Hello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极客机 今天也由我给大家带来本期的硬件资讯吧 距离次世代游戏主机Xbox Series X S和PS5的正式发布 已经有超过一年的时间了 然而这个货源嘛可真是夏天下大雪极其少见 但按照以往的规划来看 在新主机推出的2到3年里 Xbox和索尼都会为其推出升级版本 而这就是Xbox Series X Elite和PS5 Pro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请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在经历过两年的疫情之后 受影响最大的还得属于科技领域 无论是芯片代工还是芯品产能 几乎是与短缺二字绑定了 比如大家熟知的三菱系显卡 手机芯片 汽车芯片等 上市之初就没有不缺货的 至于Xbox Series X和PS5最为核心的部分 AMD定制SoC当然也是难逃乐运 然而货源是货源 计划是计划 伴随DAMD即将公布的RDNA3架构 也就是RX7000系列显卡 Xbox Series X和PS5的升级版本 当然也是接踵而至 具体来看 首先是在命名规则上 根据TagTown的消息显示 Xbox Series X的升级版 或命名为Xbox Series X Elite 也就是直接在原有基础上引入Elite的后缀 做法有点类似于Xbox精英手柄 至于PS5的升级版则将命名为PS5 Pro 这一点也与PS4的时期一致 然后是在外观上 从目前曝光的渲染图上来看 Xbox Series X Elite采用了周围方正的矩形设计 但额外引入了两条绿色的LED灯效 而散热出风口则放在了灯效上方 整体设计相较目前有较大变化 至于PS5 Pro则大致于目前的PS5一样 但预计会有一些细节改动 当然以上外观仅供参考 不排除是工程样机的可能 至于性能方面 两者核心的SoC芯片依然会由AMD定制 但在此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Xbox Series X和PS5的核心规格 其中Xbox Series X的定制 SoC采用了台积电7nm供应 CPU部分基于AMD任2架构打造 拥有8核心设计 最高主频3.8GHz GPU部分基于了同RX6000系列显卡的RNDA2架构打造 拥有52个CU计算单元 频率为1.825GHz 并配备了未宽为320bit的16GB GDDR6内存 至于PS5的定制SoC 其依旧采用了台积电7nm工艺 CPU部分基于AMD任何架构打造 拥有8核心设计 但最高主频为3.5GHz GPU部分同样由RNDA2架构打造 但仅有36个CU计算单元 频率为2.23GHz 配备了未宽为256bit的16GB GDDR6内存 而对于升级版的Xbox Series X Elite来说 其将采用台积电6nm工艺打造 相比7nm工艺 其的晶替管密度将提高18% 而CPU部分则有望升级至RN3架构 以换取更高的主频和单核性能 至于GPU部分目前暂时不明 但PS5 Pro预计将采用台积电5nm工艺打造 CPU部分将有望升级至RN4架构 GPU部分也将从RNDA2架构升级至RNDA3架构 预计拥有72个CU计算单元 TDP功耗为300W 这样来看 Xbox Series X Elite似乎只是简单更新 而PS5 Pro则是拥有较大的性能升级 至于发布时间的话 两者预计将于2023年推出 其中PS5 Pro预计售价600美元到700美元 优合人民币3525元到4462元 而Xbox Series X Elite的售价暂时还未可知 但令人意外的是 根据TRAKDOWN的消息显示 PS5 Pro将会支持8K游戏 不过等到2023年才发布的话 届时MD的RX7900XT显卡 和OVIDIA的RTX4090显卡也已发布 支持8K游戏的话应该是不成问题 但是8K30帧呢还是8K60帧 这就得看索尼后期的更新计划了 至于Xbox那边 应该还是会有对标PS5 Pro的机型 毕竟同样都是次世代 你有我没有 肯定是会吃大亏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目前超级客的置顶动态中 也正在抽取RTX3060T显卡 12代酷日CPU以及显示器等奖品 感兴趣的玩家们 千万别错过了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 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鸡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